大家好,拍照小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关着吧,班哥的速伤已经打到S3了,小伙子可以啊,不知不觉又上分了 守木祭司玩具加杂技,抓人的话有点头疼啊 呃,这边第一个,找到的是玩具伤 抓谁呢,其实我觉得抓祭司可能会不会好一点,这玩具伤看 他这边好像有机会了,一刀,弱地刀,完了,出大事情 这边一个落地刀,再来,哎哟,我去 地下室 30秒,两刀落地刀,直接排走一个玩具伤 这玩具伤从空中被击落 在空中被一个落地刀给滑到了他的那个滑翔翼上面,然后掉下来摔死了,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 呃,这好像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本来想的是玩具伤的大转蛮厉害的,然后飞一波对吧,绕绕什么的 感觉牵制起来,速伤不是很好打,但从结果上来看 这击倒,人是肯定救不下来了,你要来救人的话,你知道快两个人过来 这里,丢伞封住,有闪现的 走位先封住 这边可以,都可以先交闪现打一刀这个手部 我觉得,给地刀,有没有,蓄力刀,好的 这把的话,这个蓄力刀打得很舒服啊 开吸魂,球稳,回身过来防守 发现这边没有耳鸣,可以直接丢伞出去了 可以直接丢伞出去了 这边的话,他再稳一点的,就走到洞旁边,把这洞打了再丢伞 也行 因为这个局面太优了,对于速伞来讲 这要是能被保平,我觉得都是速伞有重大失误才有可能的 这可是国父S3速伞啊 手墓人这边交铲子,先打一刀 打中的是手墓人 但是守墓人也不能,因为他这丢伞没丢过,守墓人穿断的话直接就没了 就你穿洞,我丢伞过来就直接挂你,这个洞是穿不了的 讲道理这个洞是穿不了的,其实当时守墓人这边我觉得不应该穿这个洞的 穿这个洞就直接倒地嘛 你要是速伞呀 鸡子的话总量也就两台半,第二个人已经上挂 二接速伞,手里面有闪现 杂技没博命,鸡丝双弹也没博命 打一刀摇灵,幸福二选,你终究能留下一个的 然后还有闪现,把另外一个也抬了,这波双刀打完 还要什么人 好,穷者已经选择放弃了,确实没什么办法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不看了,因为这个局,这边也已经放弃了 从上角来看,即便不放弃也没有任何的机会 好的,也是该的被我们下期见 拜拜